人生有多少挑战 我们都很乐意成为你的同路人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Jillian 很开心有机会在这里和你共度以下的恩与同路人时段 相信很多人都玩过这些弟弟的游戏 蒙着眼去捉迷藏 又或者你参加一些建立团队合作精神的游戏 也是蒙着眼,被带你走过重重的障碍 同时也可以测试你对人信任的程度 当时你眼睛看不到东西,你觉得怎样呢? 不过游戏终归是游戏 但当真正面临视力受创的情况 反应又会是怎样呢? 坐在我面前的这位是我们今天特别的嘉宾 年轻的一位女孩子 Windy她的视力面临着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我就请她以下的时间和我们分享 她怎样经历她眼睛受创 以及经历医治 很多必定是高高低低的日子 但是看到上帝在你身上的恩典 好,欢迎Windy 你好啊,我是Windy 那我的眼睛有时是2007年左右 大概五月左右 那现在大概都有五年左右 当初呢,左眼呢 就突然间有一天很痛 那我本身就大开眼影眼镜的 那左眼很痛的时候呢 最初就都不太懂 那家庭医生就说到 啊,你的眼睛损了 那我就... 欸... 损了 那当然不开心 也都很痛 因为眼睛好像是被针刺着 那样 是刺痛刺痛痛到眼睛都开不了 那到两个月后 我的眼睛突然间有一次又是再好痛 那我就去急症了 看医生 那那医生就说 啊,我的眼睛发炎喔 那样 那一路呢 那几个月呢 看医生呢 都... 都... 就是左眼呢 都一路... 欸... 痛啊 和会红啊 那一路都要滴着眼药水去... 嗯...幫助 和一路都要吃着止痛药去帮助 和眼睛的痛楚 減轻的痛楚 嗯... 当初的反应呢 就是... 因为... 你提到说 你开车回去教会 嗯... 那其实你也是 基督徒来的 嗯... 是啊... 那你也有埋怨神 那你可以详细一些描述 给我们知道 Vindy 你当你... 发现... 就是眼睛开始发炎的时候 你当时... 即... 未曾说到信仰层面 其实你的感受是怎样的 嗯... 那... 那... 初初... 一只眼睛有事的时候呢 个人都... 不会说很... 害怕... 任何的一切 或者都不会害怕 啊...我下一步怎么做呢 因为.... 啊...我问过医生 那我的眼睛... 阻碍... 现在的情况 剩下的一成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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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机会可以和我治病 你可以遲些准备好的时候 就排期做一个眼角膜移植手术 我当时都不会怕任何一切 但是当我到了另一只眼 开始一年后一只眼睛有事的时候 我就有一点点害怕 但是都未至于说 哎呀很惆怅 或者我相信一切都可以长 是我自己手里的 即是生命可以长 是我自己手里的 如果做手术 好吧我去做吧 因为我的性格都比较 是一个肝肌坚强一点的人 我不会怕我看不到 或者我没有想过 如果有一天我看不到 怎么办呢 Wendy 听你这么说 你一直都是比较乐观 和挺坚强的 那你身边的人呢 特别是父母亲啊 其他亲人 他们的反应 从你的观察 你所知又是怎样的 嗯 当初我家人就 都很紧张 因为一只眼有事 那他 常常都很好 因为他们很有爱 又常陪我去看医生 又可能 一个星期要 他拿到很远 去Sunnybrook 看医生 又拿回到Markham 那样 可能又要常常 买眼药水 又要滴眼药水 那样 他们都 都担心我有事 但是就不会想到要回香港看医生 是的 Wendy 那时虽然有一只眼还看到 但一只眼已经剩下了一成的视力 对你日常的生活有多大影响呢 那时候 会痛 最大的影响是 上学不会很想上学 因为很累 会容易很累 还有不想 不想去专注看一样东西很久 Wendy 你刚才提到 你都对神有个埋怨 就是信仰的层面上 你说 为什么偏偏是你 嗯 那你那段低沉的时期 你怎样去面对 后来你怎样又能够 起身呢 对 说到埋怨神 其实这件事是 由我做完一次手术 之后才开始埋怨神 因为说到我之前都说了 说 我是一个很坚强的人 我都很乐观 我都不会怕 下一步会看不到 或者我 我的生命我会觉得 可以掌握我自己手里 但是当我回到香港看医生 接着医生跟我说 你可能要做一个手术 如果手术令到你 将来都不能生孩子 也有其他科技跟我说 你可以去日本试试做手术 你可以去看看他们有什么 有什么东西的认识给你 接着之后 我等了半年 香港又有一个新的研究 我做了那个手术 就是香港第一个人做的 这种微創的手术 那个手术是在口腔中一些细胞 去做一个膜 然后做手术 结果就 他说的手术成功 但在我身上就不是很 全面性很成功 就是不是很明显的 过后看到那个势力改进 还有自己又是会自己选 不知道为什么会选 选之后又不埋口 是否已经选好了很多 因为你说过去一年 其实差不多一年都没怎么选 直至你打算来加拿大 是呀 都很感恩 因为一年里面 没有选 我以为没事了 就是 有时都会出夜街 有时都会 就是 出夜街不是说我去扶和 而是我去特会 特会什么叫特会 就是一些报道会 听一些conference 人的见证 少了 但是发觉 其实原来人的生命 都要有节制的 就是甚至乎 你都要求神给智慧 你选择去什么的特会 不是都要去 都要有那个均衡的饮食 都要有那个规律 那个节制 那做完之后 我都会是 啊好了 我会看得翻的了 就是 没事的了 做完这一只 那一年后就做了 左眼咯 这样 但是 几个月后呢 又做一次 眼睛又自己会损 损完之后 又不连口 正常人可能 二十四四四十八小时 很快 损了之后 就会自己 连口 但是我呢 就没有了这个能力 就是没有了这个 恢复的能力 那我就 啊 开始有点 埋怨了 就是开始痛的时候 又会 啊神啊 不如你让我死了 去好过啦 为什么要选中我呢 甚至妈妈 那个时候 回到香港陪我 在我旁边睡 他都听到我 不如我现在死算啦 就是 为什么要做人 这么痛 人生 天恶漠漠漠 眼泪流过 无恙千 为阳梦 感恩 只因在 寒风 情人 无改变 无改变 将相应 会合出身边 担忽念 每一天 无间断 十日 真爱唱 无改变 无改变 Wendy 虽然你现在说起 小小口地说 不如死去 其实你当时 是不是真的 觉得很绝望 你有没有尝试过 真的去自杀 或者怎么样 嗯 我没有尝试去自杀 但是因为 那时候我回了香港 我以前的延祝屋住 我和妈妈住 我和家人的关系 尤其是和妈妈的关系 不是很好 甚至试过 因为我自己的情绪 可能精神 有点抑郁 令到 我很容易觉得 妈妈做一点点 令到我 会觉得她很烦 或者我甚至试过 有一次很夸张地 用一张椅子 放在那里 就是 放在那里 另一次也试过 拿把刀出来 甚至想 跟她说 你不要再烦我了 否则我自己 杀自己 都试过 但是你知道那时候 只不过是有些意气用事 但是不是真正想尋死 那种方向 是的 各位听众朋友 听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都看到 Windy她原本是很乐观的 但是因为经历 这个眼睛的势力受损 虽然她仍然是用很坚强 很乐观的态度去面对 但是 展展转转都不能够完全的康复 那种心情的烦躁 都令到她情绪很大的波动 那究竟Windy跟着 她又怎样来到 找到一个出路呢 我们稍后回来 继续听Windy的分享 当我独对固执心胸 当眼泪响心内容 主的大爱 与我同在 暖入我心怀怒 是我夜里欢我孤歌 高唱重赞的我孤 只因是你更压我手 我便勇敢赴远方 你令我艰苦 旅程中赞路笑容 四人之中 引你迎见光亮 宇宙即使崩溃 仍可靠着你 迷向天家里飞翔 那你后来又怎样平复下来呢 后来开始就 开始尝试找爱 因为 未做手术之前 是开始和妈妈有这个 很大的挨拶 那段时间很孤独 因为妈妈还不在香港 她回香港陪了我一个月 然后便飞回加拿大 因为要工作的关系 要上班 亦都找不到爱 因为爸爸和妈妈的关系又不好 他们又分开了很多年 爸爸自己又上班 那段期间 一直都想找爱 那我就回教会找爱 那 神又好好去 在教会里面 就是透过弟兄姊妹 透过神的说话给到爱 但是之后呢 我又 好像不够 不知为什么不够 我就开始 又试过出去 外面 就是可能 雖然看得不是很清楚 但是那段期间 那痛楚就不是很大 都试过 譬如去酒吧 一两次 但是都发觉 是满足不了我的心 然后直至到做完手术之后 隔多几个月 眼睛又再不舒服了 我才学会得 啊 不如试试祈祷 不如试试回教会 再找神 这样 Windy她说要再找神 好啊 那稍后呢 回来继续听她跟我们说 她怎样经历神给她的帮助 好啊 赢过法国网球公开赛冠军的名将 张德培她说 比赛有输有赢 人生有他一定会赢 世事幻变 唯有耶稣的爱永不改变 想认识基督教的信仰 请打恩于生命而善 416-788-3322 和我们联络 如果你想和我们分享一下 你心灵的需要 或者了解多些基督的信仰 可以透过这个电邮地址 lifecare lifecare atsobem.org 和我们联络 在过去这么多年 你回顾回 在这四五年前期的时候 你试过一些很不开心的日子 是怎样不开心法 有没有哭吗 有的 有的 你描述一下 说一下 要害怕 害怕眼睛看不到 害怕眼睛做了手术 每次复诊 可能隔几个月好回了 一个星期去看的时候 咦 Windy你的眼睛又痠了 那我就看完医生 出到他门口 哭 主啊 干什么事啊 你刚刚不是医了我的吗 现在又再痠 我干什么又要经历 这么痛楚的事情呢 其实都哭了很多次 都很多的 每一次去复诊 心情都很复杂 都会害怕 做完手术之后 那段时间是 因为要吃些雷固醇 虽然吃了两个星期 但已经臉好像 Moon face 吹波了一点点 都会吃很多 朱古力去减压 因为不会祈祷嘛 早期的时候 对了 早期的时候 找甜的东西去帮助自己 那个痛楚 Windy那段时间 你对别人 你有没有一种 不知道别人怎么看你 有没有这个压力 哇 那当然有了 因为初初眼睛有事 做完手术之后 可以撒太阳眼镜 你知道香港的魔 你戴太阳眼镜 那些人以为你是明星 你为什么在魔装里面戴太阳眼镜 当初我会常常很 就是注重 人家怎么看我呢 人家的目光怎么看我呢 哎呀妈咪 不如我脱了一副眼镜 我觉得很奇怪 戴着一副太阳眼镜 在商场里面 又不是很残难 妈咪就说 你不要介意人家眼光怎么看你 你最重要是自己舒服 直至到慢慢我的经历 告诉我 神不会用歧视的眼光看我 只会是你 我自己很介意人家怎么看我 其实最重要是 耶稣怎么看我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怎么去依靠神 去胜过这些挑战 就是慢慢你就真正 将圣经里面 一些的 说给你听的说话 神不是用这些眼光来看你 慢慢你就 由看这个字面的意思 到你真正 生命里面真正 接受这些东西 哎 圣经里面有很熟悉的说话 压伤的路位 他不截断 将残的灯火 他不吹灭 无论是外在失去了某些能力 而内在有很大的创伤 上帝都不会让你跌低的 而当你好像没有了希望 看不到出路的时候 好想放弃 但上帝又不会叫你绝望 他会重新的燃点你的盼望 让你可以重现生机 在他的时间里面 用他的方法 是啊 上帝对受伤的人 特别充满恋爱 以至Windy 他可以从这个 自卑的压力里面走出来 那可不可以Windy说一下 除了神给你最大的支持之外 在周围的人 你很感谢他们 在过去这么长的时间 给你的支持和鼓励 有哪些或是 在什么情况之下 支持鼓励你 那我 首先我家人 当初我眼睛有时的时候 家人都常是车出车入 哥哥又会帮助我 妈妈又会常常都煮汤给我 煮很多不同的食物给我 甚至乎要我开始吃营养产品 帮助我 但我也不太听 因为一只眼睛有事而已 另一只眼睛也没有事 我都不太听话 我都照夜睡 亦都不会喝太多汤 营养产品我不吃 真的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科学根据 但直至到 一年前左右 我开始 神可以透过不同的东西去医治我 亦都可以在一个 超自然的方法去医治我 我叮一声可以好回 但是我知道 叮一声好回 如果我没有去成长 叮一声好回 其实对我来说 没有用 这个就不是神的爱 因为神的爱 是整个package 不会是 我帮助你的眼睛好回 但其他不完全去帮助我的时候 那就没有用了 所以很感谢妈妈 就是家人 爸爸 常常都在香港 都会打电话 问一下我 怎样 婆婆 姑婆 又会常常煲汤 让我喝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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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家人的爱很大 尤其是 和朋友的爱 又很大 因为 朋友里面 教友 尤其是会默默为我祈祷 回到香港 譬如我要回教会 要回家 他们又会送我去搭巴士 因为知道我怕我看得不清楚 有时巴士的号码都不是看得很清楚的时候 她就说 Windy 不如我送你上车 有时都会试过送我回家 都试过 Windy 你17岁离开这里 那时候还在读中学 是的 那你回了香港 有没有机会继续这个学业 现在的情况又如何 学业方面我没有机会可以去做 因为我知道 其实我也想完成一个毕业去的 因为以前小时候上学 其实都很不错 常常都徒学 又不喜欢上学 很悶 常常都会躲在家 看电视 现在都很想去读书 但是 因为知道 不是那个时候去读书 因为眼睛还是会很累 而且我要等后晨的时间 让我读书 谁是最好的时间去读书呢 Windy 那你过去的四五年 特别是回了香港 你最主要做些什么 我会去母亲的决策做义工 母亲的决策是什么 决策 母亲的决策是什么 母亲的决策其实是一个机构 就是青少年 可能 有些最小是九岁的 至到可能三十多岁都有的 他们未分怀人 他们可能家里经济不好 或者有其他的因素 令到他们要在一间宿舍里面 住住住一段时间 而那个宿舍是给他选择权 因为母亲的决策 你可以选择你要个BB 不要个BB 自己照大个BB 还是给人领养个BB 嗯 那你去那里做些什么 那我呢 就是去到每个星期五 就会去 有一个小组 这样 就会和他们聊聊天 最主要是聊聊天 这样 还有去传福音 去听听他们的心声 有时候那些妹妹都很好 他们会讲他们的经历 还有他们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 都会为他们祈祷 有些也会很接纳 去为他们祷告 甚至乎有些 都可以带他们去信耶稣 决志 信耶稣 也很有意思 虽然你还未能有机会继续学业 但这真的是一个侍奉 这个母亲的决策是什么 基督教版的机构 是一个基督教的机构 好 Wendy 你当初是怎么开始这个工作的 当初是回教会 那在教会里面 他们有一个团体 就是每个礼拜去 mother's choice 全福音 那 我听到这个 activity 之后呢 我就有一点感动 其实我这一刻有没有什么 做不如 没理由每天都留在家 其实又不是走不动 又不是 呃 真的 出不了街 那我就 开始踏出自己的框框了 就去尝试 其实我帮不同的人 可能 我自己的生命又会起来一点 还有我又可以分享我自己的见证给他们听 当那些妹妹听到之后 其实他们都 啊 真的很开心 我见到原来 一个不是看得很清楚的 人都可以来跟我们聊聊天 去跟他们玩游戏 去分享自己的生命 给他们听 一花一草 欠创造彭静 曙光的初声 霸主力外反映 又有山风 绵绵地和影 诸天道富咸全是你得识 让此刻的手调声 精神彼此生命 夜半和满洲 终究公益 没有写心的旧情 责道如何风声 重生生处花不得去宣称 我恨的清 我恨声灵 于心中照明 替代眼睛 让我看得清 在统统风秋 愿意变定 能力是你命 我恨声灵 于心中照明 替代眼睛 让我看得清 人生的高低革 我会变异 施天半尊维 Wendy 我想问你 年轻人必定有很多 梦想也好 想发梦 或者理想也好 我想问你 曾经有过的梦想 理想是什么 我以前小时候 梦想 中学的时候 梦想是做一个小学老师 即是 Kindergarten 幼稚圆老师 幼稚圆老师 或者是博士 因为会想 眼睛有事 那我能读得到书呢 可不可以做到 要寫文件的东西 要改书的东西 即是 早期的梦想 希望做一个老师 即是一个抱负 因为你很喜欢小朋友 其实你真是很活潑的心灵 后来就想到 具体上 可能自己有障碍 所以就转了 做销售方面 那你现在有没有什么 特别的计划 为自己的梦想 你想去铺路 有没有做一些事情 因为我其实是 跳舞的 小时大 跳什么舞 跳芭蕾舞 现在也有学 现在就没有跳芭蕾舞 但是就 现在开始这两个月 就尝试去学 Hip Hop Hip Hop Jazz 其实都很想在这方面 成为我 我的 即是可能在 侍奉里面 去 去 为神跳舞 因为圣经都说到 我们敬拜 不只是用我们的口去敬拜 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身 都可以去 去敬拜耶稣 所以 都很想是 可以在我的 活动里面 因为我是活潑 其实我很喜欢动 都很想在这方面 继续去建立 发展 你说继续 其实之前也有些机会 用这一样 舞蹈的艺术来 为神工作 我也试过 其实在加拿大的时候 最初一只眼有事 只有一只眼有事 我也试过在一个特会里面 跳舞 就是做一个嘉宾的后面 他好像在做一个画剧 我画剧里面有一部分要跳舞 我当时有朋友邀请过 不如你试试跳舞 我都知道 我虽然跳舞 跳得不好 但在神里面 现在才知道 在神里面 他是不是都会觉得 我跳得很漂亮 其实是人都会觉得 他们跳得很漂亮 有时候我都很鼓励 很多人 你不要介意自己 唱得多差 或者跳得多差 其实 主要很喜悦你去跳 去唱歌 还有那些歌声舞蹈的艺术 可以继续改善 继续进步 最重要的 心就知道神里很接纳 这次只眼有事 其实神都教了我 Windy你要有节制 我不是不让你去 但是你要求我先 先求他的角和他的意 所有东西都会给你 那么就要选择去什么聚会 也有一个规律性 这个过程里面 神教了我这个功课 你未来前面 也会不会有机会做手术 或者怎么样 会啊 当然会 因为一直都很渴望 神继续去医我 然后可能下年就会做手术 但是我真的 而这一刻我真的不知道 下一步是怎么样 因为眼睛上两个星期 选了 那么医生就说 如果你观察一年半里面没有选 的话我就考虑帮你做手术 做一个眼角膜移植的手术 但是这一刻呢 应该也有机会会做的 但是我不太清楚什么时候会做 那个期望会是怎么样 就是经过这个手术之后 嗯 康复的程度 那个期望是 我接下来做这个手术 是更加去依靠神去胜过 我那个痛楚啦 因为有时痛 都未必是药物可以帮助到我 而是求神去 就是 就是联敏我啦 也都求神去 拿走我那个痛楚啦 求神去帮助我的 那个医治啦 那个医治来自耶稣 对啦 如果 如果神在你身上这个医治是静止 嗯 只是维持着你现在这个势力 那么minimal的 嗯 你有没有心理准备 万一是这样的时候 你会怎样呢 都有啊 因为 啊主啊你 让我看不到这一刻 那么我会怎样呢 或者只是 就是 只是这样啦 即是不会再好了 那会怎样呢 但我觉得 主会在这个过程里面 直到他去医好我 去锻炼着我 那个过程里面 如何去依靠耶稣啦 如何去 嗯 克服可能 我自己的心灵里面的问题啦 或者我和神的关系啦 其实如果耶稣 我之前也说过 如果耶稣 这一刻医了我 但是 他 没有 他只是医了我眼睛 那个视野 但是我离开了他 那耶稣 就不是真的好爱我啦 如果耶稣爱我 他是 医治我整个 整个package 全面性的啦 如果耶稣这一刻 告诉我 啊 Windy你的视力只有这么多 或者你没有 看得 不会完全好 的时候呢 我想 我会接受 一只眼是这样的 因为我相信 这是一个祝福啦 这个不单单是 我看到 可以有多少 以后 我没有看 看不到 但是 都去 活一个 喜乐 的生命 这个喜乐的生命 是靠着耶稣去活 是靠着耶稣有这个力 他继续去走 他继续去坚守 你的视力 在这过去几年 一直这样失去 失去了这么多 你回想回 神在这一次 给你经历的事情 给你得着了最大的 是什么 嗯 神被我得着了最大的 就是我和耶稣的关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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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不可重头 主力爱在背后 恳请你在这刻逗留 投靠爱的双手 一双手献出的行事 牺牲也没愿由 生天以后胜过死亡 应许人可得救 无条件的爱 留待你伸手接受 完全的伤信 燃亮这一生 盼望永没尽透 天一生足够 你觉得神给这一样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旁边人可能用句话说 这是另类的祝福 你的认同有多大 人家说是另类的祝福 还有你真正觉得神让这件事发生在你身上 对你来说有什么目的 到目前来说 你的感受是怎么样 神给我这段时间 有这个过程 是让我在他里面成长 就是以靠他而去成长 亦都建立了我的性格 去改变了我的性格 以前我的性格 常常都会和哥哥吵架 甚至乎很粗俗 或者都会很野蛮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主要改变了我的野蛮性格 可能也有少少的老我在里面 但是慢慢都在医治 内座的医治 老我慢慢的去拿走了 性格是乐观了 虽然我以前也是一个乐观的性格 但是更加开朗 还有勇敢去面对 离开自己的框框 去试试其他的 例如短孙 例如出去打保龄 以前一点都不会 或者去到处逛逛 不只是逛逛逛 可能在外面去沙滩逛 以前是不会的 我都懂得去欣赏 神所创造的美丽大自然 是的 你用一句什么说话 形容你这个旅程 生命的旅程 因为我刚才说 有些人说 这是另类祝福 你有多大认同 或者我不是这样看 你如何形容 这四五年的旅程 可能继续下去 这个旅程 我可以形容 就是 在我过程中 虽然是艰苦 虽然是痛 有 有 有 但是 我开心有这个经历 反而有这个经历 我不会 我不会 去 想 如果我没有这个经历 便好 但是 这个经历令到我 去 知道 因典是救我用 是 没错 感谢神 Thank you Windy 心里宣告 心里宣告 是你恩典够我用 我付能力 以我相同 是你恩典够我用 我变全 你是我已靠 有伤女是我安慰 也不肯 你伴我走过 晚宝 思念也靠你 支撑我 神恩 你用我依罪我 我在另外找他 你念吻我 你谁听我徒告 这刻完全明白了 我在你的怪谱 愿让你也知道 抚应世听自内心声只要 心已尽数 上帝的恩典救荣 上帝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Windy的真实分享 充分地体现了圣经上这句话 Windy一而再地提到话 踏出自己的框框 离开自己的框框 她踏出自己的框框 原来可以帮助到其他人 那些未婚妈妈 Windy叫她们做妹妹 还有Windy她离开自己的框框 作出新的尝试 她可以改善和人的关系 她跳出了原来很野蛮的性格 还有她不会只是在想 我的眼睛会不会得到医治呢 反而她确认 耶稣是在医治她内在的生命 失明不再是一种的威胁 反为整个的经历让她成长了 亲爱的朋友 Windy是你的恩与同路人 你都可以踏出自己现有的框框 上帝的恩典同样够利用 上帝的能力同样可以在你的软弱上 或者是欠缺上显得完全 好 下次同样时间 Windy她会再继续分享她的故事 讲下耶稣怎样积淨她的生命 她说上帝给她相配的祝福 那究竟是什么呢 她也会讲下同家人的关系 好 约定你 下次恩与同路人 Windy继续跟你分享 愿神赐福给你 拜拜 愿神赐福给你 爱让我此刻接受 尋回了真我 无限满足恩惠在我手 好条件的爱 来让我此刻接受 愿神赐福给你 健良这一生 但我永不尽忽 永不尽忽 今天拥有 一生足够 如果你想知道主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 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们很欢迎你打电话来跟我们聊一下 我们的电话是416-788-3322 上帝听讨告恩惠听讨数 欢迎登入恩惠的网上祈祷区 将来需要祈祷的事 告诉我们 我们的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讨 恩惠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惠生命热线 请进入恩惠生命热线